谋财害命 车动弹不得了 荒山野里 半夜山根 调破大雨 你能想到是什么原因吗 看命近见山海 哈喽大家好 我是被困在深山的大绳子 现在我的车动弹不得了 原因是什么呢 我真是确实没想到 那我现在正在穿越格列南线的途中 看路况是非常差的 是这种石头路 比较颠簸的路况 然后一声巨响 你们猜怎么着呢 看我的行李架 看到没有 断了朋友们 直接断了 四个支撑脚全部断了 上一次走烂路 直接把螺丝给我抖掉了 我把它重新紧来一遍 这次好了 直接四个支撑脚 全部断掉朋友们 全部断掉 四个支撑脚全断了 看把我的车顶滑成什么样子了 如果不是及时刹车啊 这整个行李架 从车前面滑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啊 现在只是车顶受了一些伤 现在就很尴尬啊 这个地方荒山野岭的 现在又在下雨 现在是四个支撑脚全部断了 我的整个行李架 塌在我的车顶上面 真正的是动弹不得啊 现在啊 找人来修这个东西也不现实 找厂家发四个配件过来 也不现实 经过一番考虑啊 现在只能这么做了 先把车顶上面的行李搬下来 放到车里面 然后把这个行李架 放在山上面藏起来 然后我们再开车前往下一个县城 应该是巴塘那边 去巴塘那边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这个配件 如果能找到这个配件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能不能找回这个行李架 再把它给装上去 如果不行的话 哎 知道了 现在就只能先这么做了 之前好多朋友都问 这个行李架是什么牌子 什么名字 我一直都没有说过啊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了 这个行李架 郑州锦郎 谋财害命 天理不容 这么细的支撑脚 它给你装在上面 而且价格太不便宜 我这个行李架 三千三百块钱 这么细的支撑脚 先不说我现在 是在荒山业里 我砸到了我自己 但凡我跑的时候 砸到了别人 很有可能就酿成了 很严重的车祸 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 告诉你们 这款行李架 千万不要买 好吧 好了 现在的话 收东西吧 那第一步啊 这个行李架呢 我们之前是接了灯的 所以要先把这个 线给它处理了 要不然这个行李架 还抬不下来 好 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前 灯线接头的位置 就从这里捡吧 我说明一下 之前也有朋友说 我们这个接下方式 会导致这里面漏雨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这里面的小设计 我的线从这里的话 是走那个U型弯 然后再进来的 雨水的话 就算是顺着线 它也是在这个U型弯权的地方 把水给流下来了 所以车里面是不会进水的 把线收回来吧 都是椅子拿下来了 衣服 鞋子拿下来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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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也要全装了 这样 现在还下雪了 不行 这个根本抬不动 还是要把上面的东西给全部卸了 上面还有个轮胎 还有一个梯子 我现在放在这儿 好像车身脑 脖子断了 脖子断了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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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震惊 很震惊 停下来 终于把它写下来了 我们先把它藏起来 藏起来 在山里面 这山有点高 不知道可以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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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山有点高 这山有点高 不知道可以拿上去 这山有点高 不知道可以拿上去 这山有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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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行李家暂时就藏在这个树林里面 希望不会被人捡走 总算是都好了 好累 超紧的手都冻僵了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车顶 到底被造成什么样的 我都还没有仔细看 现在终于可以看了 我靠 行李家都给我怼坏了 太惨了 我看一下 走到了 卡扣看上去还是没有断 应该能够把它摁上去 卧底妈爷 我第一次看见行李家都被 干断的 好了 摁上去了 现在我要看车顶的 哇好紧张 看一下吧 看啊 天窗这个地方 感觉凹进去了一点 你看那边 严肃好放的 这边有点凹下去了 然后看啊 这个地方漆完全刮花了 感觉这个金属都露出来了 后面就更惨了啊 看一下 直接横向刮 这里全是刮的 看看 就这个谋财海明的啊 这么细一根小铁片 看到没有 这四个脚全断了 对 这次它是没有打滑了 它是全断了 好 非常漂亮 行李现在已经放在车里面了 你看看 又塞满了 我们还得收拾下行李 看一下怎么做人 现在我所有记得 所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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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一进 见山海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成者 那现在我所处的地方 就是318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城市 叫做李汤啊 也是丁正的国乡 那今天 我们就准备穿越 格列南县 民生在外的格列南县 到底怎么样 穿越之前 先来加油站 加个油 现在95的汽油 已经是9块2还是9块3了 忘了 看看这个车啊 跑了一趟贡改成山 装成啥样了 厚厚的一整理啊 全是泥水 哎呀 裹得非常的均匀 看看路上有没有机会 去洗个车吧 太脏了 现在油已经加版了 表显续航是451公里 穿越的这条线路 应该是两三百公里 够了啊 在正式进入格列旅游区之前 这里有一个关卡 然后拿着身份证 进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都需要收费啊 登记完以后 会给你一张表啊 里面写了一些注意事项啊 还有一些推荐的线路啊 之类的东西 包括这里面 什么有加油站的 还有就是 连进穿越格列的V线 还有C线 OK 现在就继续往前走 哈哈 一进格列的旅游区啊 确实路上的风景很漂亮 先从4000米的海拔 一路攀升到4300米啊 朋友们 看 现在基本上 我们到了一个半山腰 一会还要沿着这条山路啊 继续往上面爬 爬到山顶啊 给你们看 对面这个乱石小谷 这个雪山 太漂亮了啊 这个色彩这个光影 绝了 走继续往前 这一段路啊 才有一点联保业者的感觉啊 你别说 挺不错 联保业者的话是要门票的啊 如果你们 不想花这个钱的话 尤其是你们一家几口 人比较多的情况下 也可以来这边来看 相似的百分之四五十肯定是有了 往刚刚聚下联保业者的地方 继续往上上爬啊 我们就可以到达第一个比较大的观景点了 铁匠山 也就是后面这座山啊 这个石头排列的非常的漂亮 下面还有一个湖 找我们下去看一下 非常漂亮啊 给你们转一圈 左边就是雪山 这边就是湖和铁匠山 太漂亮了 你看 其实这个山的高度也不低 但是它上面一点积水都没有 相反你看那些 感觉好像没有这点高 而且上面都是积满的雪 是不是很神奇 现在这个风稍微有点大啊 湖面不平静 要是没有风 哎在这里拍一个倒影 绝了啊老姐们 哇塞 太漂亮了 看看 哇哦 绝了 像铁匠山的话一会有三座啊 他们又叫铁匠山兄弟 而且这上面的石头 可以把垃圾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花岗岩啊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4770米 差不多4800米 确实有点喘呀朋友们 咱们铁匠山的话 由于长年的风化 导致它花岗岩呈现了 灰黑色 特别壮观啊 黑色的金枝塔 你们见过没有 哪个 哪去 哪去 远看确实看不出来啊 走进来一看才发现 确实它里面是花岗岩 外面的话 确实是由于青史了以后变得颜色 看看 这个就是花岗岩啊 但是外面的这一层是黑色 一整片的花岗岩 太壮观了 哦 嘎嘎 哇哇哇 朋友们 我们翻过了最高的牙口 看看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 远方的格链神山 还有格链群峰都已经露出来了 特别漂亮啊 感觉今天 有概率可以看到日照金山了 翻过两座山 然后会遇到第二个卡托 据我观察前车 应该是司机在这里少了个二维码 可能是关注什么防火的通知号 然后乘客在前面去登记 翻山越岭 爬山涉水 终于到了下一个点 在网络上非常聪明 格涅之岩 上格涅之岩的这个山路啊 非常非常烂啊 比去那个贡嘎城山的那个路 还要再烂一点 所以如果是小舟车上来的话 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啊 登山来了以后 视野非常开口 朋友们 准备好了吗 现在正前方 我可以看见雪山和倒影 我可以看见你 看看你 有什么地方 你会想不想看 没有销 哦 如果是快点 到达了新冷谷市啊 但是因为现在敲哪线下的里加水啊 无人机也飞不了 可惜了啊 朋友们 如果你们来隔天南线的话 也可以来这个新冷谷市看看 新冷谷市的这个路呢 说实话非常的差啊 不是特别好 路上都是石头啊 都是这种烂路 小车车的话还是一样 给注意 哎呀 终于下山了 下山的途中还发生一件意外啊 给我整得非常的狼狈 可以说是整个地图当中 最大无语的一个意外了 具体什么意外 咱们下集见吧 好了 那这期视频是这了 如果喜欢的视频 记得点关键点赞 我是打成赞 拜拜